你好欢迎收看3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111年青梅体验 会中除了展示多项以梅子为主题的创意料理还有甜点外 更由徐县长以及贵宾现场DIY制作了梅子酒 县长表示 食用健康优质的花莲农特产品 吃得健康又安心 吃在地用在地的理念 这也是推动食疗以及食农教育的核心价值 徒手采梅戴上手套穿梭树之间 没错这就是在县政府的大礼堂中 让现场的来宾体验拿着竹楼采梅子的感觉 我们不用去梅园直接采 大家来大家继续采 腌织梅像女人一样梅梅 县长取正位指出 感谢副理乡农会与县政府携手行销梅子 让广大消费者知道食用梅子的益处 县政府扩大行销梅子以及各式农产 将饮食旅游以及花莲农业串联 打响花莲优质农特产品的品牌 我想这就是希望 我们在无论是我们的农产到运销 再到家职 这是一个产业链再到休闲 希望把农友的身兼的国家粮食安全 还有每一个国人的健康安全 来把关来努力的农友们 生活得以更好 收入得以更强 这是正位对于我们在地的农友们 我们希望能够让花莲金字招牌要上国际 福里乡农会总干事张树华表示 在福里乡农会也欢迎民众报名 采梅子游城 在地优质农特产品的选购 脆梅DIY以及各类手作体验 到我们花莲来好山好水 然后有农村的风景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借由我们的采梅子的活动 也可以达到我们园育疗愈的一个效果 然后同时呢 到我们的福里去采了梅子以后 在参加我们的梅子的体验活动 藉由体验活动做一个属于自己味道的酒 或是醋 或是你自己的酿的梅子的 这些自己的口味 我想这个也是达到我们一个 食物疗愈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根据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数据统计 花莲县全县青梅种植面积 70.33公顷 产量135公顿 而其中福里乡就有64.59公顷 产量在118公顿 占91.84% 季节限定首采梅农油体验 也欢迎何家来福里乡 参加这一场季节限定的 梅香盛宴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